女強人貼紙痛貼撤死 兒子撞告醫院及醫生 69 歲陳麗玲 已故教育家陳樹渠的二太太 她的大兒子陳耀璋 日品向媽媽的家庭醫生兼契女尤逸彥 腦神經專科醫生麒麗治 還有港安醫院及她的經營者 寄到福林安息日會香港有限公司殺償 日品撞話上述被告 07 年向陳麗玲處方分泌來紙痛貼時 沒有警告會影響情緒及精神狀態 而陳麗玲當時正服用鎮靜劑及安眠藥 結果導致她在五、六日後 作出違反常態的極高風險投資 經不起銀行職員的郵稅 買了accumulator 虧過千萬 死因聆訊透露 陳麗玲在1997年 在美國醫院癌時跌傷了背部 多年以來都用針灸及止痛貼減輕痛楚 07 年10 月 她服用過量的安眠藥入港安醫院 放下診斷專科醫生由一宴 開出一塊可以用三日的止痛貼給她 她幾日後出院 腦神經專科醫生奇理治 幫她處方安眠藥 由日宴也開出六塊 含有分泌來的止痛貼給她 五日後 第二女發現 媽媽在家裡全身陣及吐舌 奇理治說是新藥的反應 但陳麗玲當晚 反常穿睡衣出來招呼客人 直到17 日下午 飛鴻就發現她不省人事 送院之後死亡 當時她的頸還貼著兩筷子同貼 嚴師報告說她死於攝取過量分泌來 凌訊曾經揭露 由日宴在2003至2009年 處方超過6000粒危險藥物給自己 她作公說大部分都是給陳麗玲服用 陳麗玲生前是活躍症傷及教育界的女強人 曾經擔任兩屆政協委員及獲攀MBE 她年輕時教西市 懂得當校長的陳雪渠 可惜丈夫1973年因為心臟病發早逝 當時32歲的她獨力撫養四個子女